早安 我今天來到了嘉義 然後我要來拍片 三天兩夜的拍片 我超期待 因為我現在超級餓 我好期待嘉義的美食 我坐了三個小時左右的車子 來到了嘉義 然後我等一下要去太保 今天就住在那邊 帶我來的火車 然後我去太保 現在要去找 接我們的司機會合 戳著我可愛的行李 聽說我今天會有室友 不過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任何一個室友會長怎麼樣 有一點期待 又有一點害怕 要去哪裡找人我其實也不太知道 我現在是過著一個很 茫然的生活 等一下就告訴我到嘉義了 我就到嘉義了 到了這台就是接我們的車車 我遇到了第一個新夥伴 他叫做楊鎮 嗨大家 然後我們現在在等其他的兩個朋友 叫什麼夥伴 接到我們其他兩個好夥伴了 嗨 我是迪璇 現在我要去吃美食啦 因為現在是自由時間 太讚了 來到一間很厲害的店 現在才4點 然後就超級多人 終於拿到了我的糧食了 好開心喔 這個是自助餐 超便宜的自助餐 我夾了50塊吧 還有一袋是已經被我拆解過後 長這樣 這個是肉圓 我加美乃滋跟醃漬過的小黃瓜 兩邊我點了兩個口味 然後它是寬的 它叫做一口肉圓 這家店就叫一口肉圓 然後是跟我朋友一起去買的 臨時認識的朋友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買飯 小黃瓜 嗯 好吃好吃 它很有脆度欸 然後它的那個 醃漬的感覺 不是偏鹹 是偏甜甜的 但我覺得冰冰涼涼 會更好吃 它的皮 有點厚 它有三顆 然後我把一顆給我的朋友 因為它沒有點 我想說它也可以吃 它上面有撒一些海苔 然後加上這個 應該是美乃滋吧 什麼都很美乃滋 然後這個醬油啊 它不是 會有那個 臭臭的 那種蒜蓉醬油 是一般的醬油而已 好吃 嗯 好Q欸 Q中 然後還帶有一點 河粉的感覺 我抱歉的 沒有非常的多 它有點涮涮的味道 它有加一點筍子的感覺 上面的這個皮 超級Q 你看超像屁股的 就是這樣子 煌煌煌 不像一般的肉圓 這樣子 比較脆Q脆Q 它就是滑Q滑Q的感覺 好吃 嗯 涼麵 我點的是寬麵喔 我買了兩種口味 美乃滋一種是辣醬 喔 這個應該是那種蒜辣蒜辣 臭鹹臭鹹那種 這樣子 嗯 嗯 我覺得有一點麻醬的香耶 這好像不會夠辣 麻香麻香的 這個麵的口感 有一點 粗糙粗糙 那個表面有點 會 跟舌頭有一滴滴滴滴滴的摩擦 嗯 浮了一層美乃滋 然後下面不知道是什麼 喔 聞起來也是蒜的耶 蠻香的 其實它美乃滋的味道不會非常的濃郁 感覺蠻水的 讓麵更滑口了 因為它兩個這樣這樣混在一起 我根本不知道哪個是哪個 這邊應該是比較辣的那個 四川 但我覺得這不像 不太像四川味耶 美乃滋多了奶香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 鹹辣鹹辣 以涼麵的話我一個人比較喜歡辣香辣香 吃完了 好吃 現在舌頭有點麻辣麻辣的 天然的口紅 接下來 要吃我的自助餐了 我剛剛買它才 五十 五十塊嗎 喔五十 對五十塊 然後我朋友呢是五十五塊 我夾了兩道主餐 好期待喔 因為我夾了一個我超愛的食物 哇 控肉 超愛控肉的 很多青菜之外 你看 還有這個魚 欸翻不了耶 反正它就是這個魚 很厲害 看起來很好吃 然後還有肉肉 我最喜歡的控肉肉 先來一口 我最愛的控肉肉 看起來超好吃的吧 我先吃瘦的 先吃瘦的 好香 嗯 脫柴耶 嗯 好吃 我超期待這個肥肉的部分 超好吃超油 我愛 控得很爛耶 你完全已經不Q了 就是 就是 肉好極化 那種 哇塞油爆在嘴巴裡面的感覺 好爽喔 超好吃 超好吃 好好吃喔 真的太好吃喔 我的天啊 因為它滷得很鬆很鬆很鬆 它把這個油脂 最上面這個皮 原本要QQ 它就把它滷到那種 滑嫩滑嫩的 你看我嘴唇 超級油亮 超好吃 超好吃 再來吃苦瓜 欸這家店超厲害的 四點的時候經過 我發現欸裡面超多人 我超想夾了 但我朋友說 欸它好像沒有內用 我想說 嗯 好吧 那就是再稍等一下下 看狀況 結果越想越不對了 就覺得它真的好多人 然後我就這樣 來回走了一趟之後 然後 決定我一定要買賣看 然後我一開始也很猶豫 要不要吃這個肥肉 但是我朋友也有夾 他夾一塊很大 他就說 看起來很厲害 沒辦法 這句話就是會燒到我 所以我就夾了 呵呵 苦瓜 有味道嗎 好有吧 豆瓣吧 這個不太苦 但它燉得很軟爛 美貝 我這樣子買才50塊 很便宜欸 還有魚餒 然後菜十二味道吧 它應該是地瓜葉 我猜的 嗯 好像是現菜 這家雞雞雞雞很可以欸 它叫什麼 胃 胃 忘記了啦 很大一片 有沒有 看一下 然後我一個人會吃太多 今天真的是好辛苦 尤其那個肥肉 真的超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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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似乎覺得自己有點殘暴 因為我不應該是這樣子 直接拿才肯 我應該要 把它切起來 不然我剛剛整口其實都是魚吃 嗯 它魚肉蠻新鮮的 然後是軟嫩那種 好吃欸 不知道這叫什麼魚 嗯 應該吃的刺子還蠻多的 它全部的調味其實都蠻清淡的 但是就是油加的有點多 不會說非常的重口味 但是東西都是偏油這樣子 還行啊 自助餐不油 怎麼叫自助餐 四點的時候就很多阿公阿嬤去那邊排隊 看來我有選對餐廳 意外的找到一間好吃 然後又便宜 然後又新鮮的自助餐 好滿意 那個焢肉真的是超好吃的 我的天啊 好的各位 兄弟姊妹 親朋好友 鄉親父老們 我終於是吃到最後一 最後最後一塊魚肉了 好感人 因為我蹭那個魚翅 真的是蹭了好久 大概已經過了三小時去了 我已經睡一覺了阿 所以就 剩下一塊 好吃 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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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肉 先去笑我了 最後一口留給肥肉 最後一口 以食用膩肥肉 這好香喔 好香喔 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好香喔 好香喔 我可能再加一塊 我要大塊的 我不要客氣了 欸真的好好吃喔 叮叮叮叮 酷 是老闆娘用肉眼這樣子 掃描 好好好這樣子夾 好50塊 就這樣子欸 他就沒有稱重 所以 依這個常理 推斷 是不是如果把 肉放在比較下面用菜把蓋住 他就說 這樣子 30塊 好邪惡喔 不行啦 人還是要做老實一點 不能為了那幾塊肉肉而這樣 我朋友說 葡萄 嘉義的葡萄 有很好吃的春捲 所以我又出門了 我為了好吃的春捲出門 GO 我現在去搭公車 我的公車好像錯錯方向了 但是我原來是往後面太近了 我剛才 我忘記要看公車 所以我就走出很快的方向 我剛才發現 就是 我根本連這台公車是幾個 我都沒有看清楚 我就上車了 所以 以為不知道該怎麼看 他載我去哪 我下車了 載一個叫做市政府的站下車 我原本想說要坐到最後一站下車 但我想說他會不會載我去阿里山啊 所以 我就 我就選一個看起來 好像蠻熱鬧的地方下車 我就這麼一個人來到了圓環 嘉義圓環 然後剛剛看這邊有一間店 看起來很多人 是這裡嗎 欸 竟然不是 這個啦 剛剛看到的就是這個 看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莫名其妙來到嘉義的文化露夜市 很多餐飯都有開 然後今天其實是新鮮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欸 啊暑假了啦 暑假了 所以很多人是這裡 嗯嗯 一人豆花豆漿 一人豆漿豆花 嗯 好甜喔 我們兩位都是喝葡萄豆漿的習慣 所以吃到很甜的豆漿會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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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的豆漿 豆花也不是迷迷那種 我是點藝人口味的 還蠻清涼的啦但是沒有看起來 豆花是不是沒有甜度 所以搭配在一起 雖然藝人也算很甜 但是一起吃的話 你就覺得還不錯 蠻清爽 豆漿也不是酸的就很甜 有點像牛奶花是不是 蠻飽的 好吃 OK 我到房間了 換了眼鏡 迎接明天的 早晨 聽說明天早晨是5點20 要到樓下集合 去搭車車去工作 所以今天要早點睡 晚安 謝謝來看我的影片 抱抱